欢迎收看自然很简单 我是思考老师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教的是青年级国医的自然 目前的进度呢 讲的是那个物质进出细胞 跟那个组成生命的方式 那我们先看那个 在讲义的第35页 这个章节呢 是去了解说 那个细胞膜 它本身有什么所构成 那另外的话呢 就说像那个物质怎么样 透过细胞膜来去进出 提供一些物质的一些利用 跟交换 好我们看那个讲义的第35页 好35页的话呢 这边呢组成细胞的物质 有哪些 那这是我们的细胞 还记得重点复习一下好了 认得出来的把它讲出来 哪些认得出来的 像这个就是细胞核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东西就是立腺体 那另外呢 这还有一些义包 在这边 义包是暂时储存物质的地方 那外围的这一圈 就所谓的细胞膜 那组成细胞的物质呢 有很多 那像那个水 糖类 蛋白质 脂质 等分子所组成的 那水大概不用解释 那什么叫糖类啊 包含像那个什么淀粉啊 纤维素啊 都属于糖类 因为这些东西呢 它都可以分解变葡萄糖 记得哦 淀粉跟纤维素都可以分解变葡萄糖 但是因为人类本身呢 吃了纤维素之后 没有那个酵素可以把它消化 所以我们吃了那个纤维素 只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 但是呢 无法去吸收它 但有些牛羊马吃草的草食动物啊 它吃了纤维素之后呢 就可以做一些利用 等一下我们再来解释 那蛋白质呢 也是构成细胞主要的物质 所以蛋白质一定要补充 这是最基本的东西 像脂质都要去补充它 这是组成细胞的一个基本的物质 有这一些 那这些分子的话呢 其实也都是由那个碳氢氧 碳氢氧氧氮的原质所构成的 好那再来组成细胞的物质的话呢 我们再 这不刚刚讲过了吗 好那大分子的分解 来 我们讲那个 大分子的分解 像这个呢 是糖类 我刚好说 糖类的话呢 它是淀粉跟纤维素 因为糖类 这个淀粉跟纤维素呢 它都可以分解变成了葡萄糖 那什么叫淀粉类的食物 像是那个什么 就是那种 像果实类的 像那什么蚌薯啊 像是那个面食类 米饭 这个小麦大麦 五谷根精类 都是属于这种淀粉类的 这个要多吃 因为它可以分解变葡萄糖 这是我们的一个能量来源之一 那另外像纤维素的话呢 它也是可以分解变葡萄糖 但这个不是针对人类哦 我们人类吃的纤维素 是无法做消化吸收的哦 无法吸收啦 但可以消化哦 是无法吸收它 但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个消化的过程哦 那像那个草食动物 刚刚说过了 像牛羊马 它吃草的 像兔子吃草的 只要草食动物的话呢 它们吃了纤维素 就可以分解变葡萄糖 所以我们在分类上呢 一样把这两个都分类叫糖类 这属于那个糖类的部分 另外呢 还有什么哦 还有像那个蛋白质跟氨基酸 像那个蛋白质跟氨基酸的话呢 就蛋白质它分解变氨基酸 应该这样看哦 蛋白质分解变氨基酸 那哪些含有蛋白质呢 像是那个牛奶 奶类的奶类资品的哦 像肉类的资品呢 它都可以消化吸收分解 然后变成把蛋白质分解变氨基酸 所以像这种 把淀粉纤维素分解变成葡萄糖 把蛋白质分解变成氨基酸 我们都称之为代谢作用 什么叫代谢作用 代谢作用就是所谓的分解跟合成 之子它可以分解变成脂肪酸跟甘油 那这两个名字很陌生 没关系先看过就好了 那甘油又称之为丙三醇 如果你是国内国三座复习的话 还记得甘油不是油啊 甘油是醇类 它叫丙三醇 那国一听不懂没关系 后面才会讲到 所以像我们这边看啊 胃里面的食物啊 那像这个冰淇淋 它主要是由蛋白质构成的 还有糖 还有一些糖类 那像这个胡萝卜啊 就提供一些 矿物质 包含像是纤维素 像苹果也是啊 提供矿物质跟纤维素 像这个面包的话呢 就提供什么 淀粉 就这个 主要可以分解变成葡萄糖 那脂质有没有呢 有这个鸡腿 那鸡腿除了蛋白质以外 还有丰富的脂质 就油脂类的 那也是很 我们的细胞都很需要它 像脂质可以分解 变成脂肪酸跟甘油 那目前的话呢 在国一间的话 你要稍微记一下 像这个淀粉跟纤维素 它分解变葡萄糖 这个你要记哦 包含像蛋白质 分解变胺基酸 这你要记 那其中后 前面这也属于大分子 像淀粉跟纤维素呢 是大分子的 那细胞不能直接利用它 它要把它分解变成小分子的葡萄糖 细胞才能够运用它 那蛋白质也是啊 蛋白质很大一个 细胞不能去利用它 那蛋白质经过分解之后 变胺基酸 这个时候细胞就可以使用它 那脂质也是 所以大分子的分解这个情况 大概这样子 我把它投影片换一下 好 再来我们要讲的是 那个扩散作用 那什么叫扩散作用 因为我们这边章节 讲到一个物质的交换 一个关键的重点 就是所谓的扩散作用 那扩散作用呢 它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一个现象 那什么现象呢 它的现象这样子 你有没有印象中 我们在玩那个 使用墨水的时候发现 你只要滴一滴墨水 它就会怎么样 不要去理它 不要搅拌它 然后整瓶都会变成 有颜色的一个水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就是所谓的扩散作用 它原理这样子 它是分子在运动的时候呢 它会从浓度高的 往浓度低的方向去移动 这个时候就让这个整个 这个溶液啊 就保持一种 同样的一种浓度 那称之为扩散作用 所以扩散作用你这样记哦 它是从浓度高的 往浓度低的移动 而且呢 在进行扩散作用的时候呢 它是不会消耗能量的 这个是那个扩散作用的部分 那让同学更容易了解 什么叫扩散作用 我们再来做一个实验 那让同学看得更清楚 我把这个 这是一杯水 那什么叫扩散作用呢 就是说它是不需要任何能量 在大自然的情况下 它自然而然就发生的 就称之为扩散作用 那扩散的方向呢 是浓度高的 往浓度低的移动 我给它滴几滴墨水 看一下情况 好 好 你看是不是开始就慢慢在扩散的 那没有经过搅拌的情况下 它一样会整个 整杯水 它颜色就变成是一样的颜色 大家需要等待了 好 我们看一下好了 同学有看到的颜色慢慢再扩散出去 这个扩散是大自然一个自然的现象 它不需要消耗任何的能量 所以扩散作用为什么对自然间那么重要 因为它是不需要能量 它自然在发生的 所以可以节省很多的一些能量的一些消耗跟损耗 这是所谓的扩散作用 那我们是用那个液体来做一个说明 那我先把它收起来 把它等一下碰碰倒下来 那同学刚好问说 所谓的氨基酸它换成尿素 在什么器官做进行的 在我们的肝脏 我们肝脏是把那些有毒的一些血氨 一些成分在肝脏把它代谢出来 换成比较弱毒性的尿素 那经过肾脏去收集这些尿素的时候 再经过输尿管到膀胱累积 然后再把多余的水分一起把它排出来 这是所谓那个氨基酸是透过那个肝脏合成尿素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们来看那个在下一个 所以我们刚才说那个什么叫扩散作用 任何东西不论像是气体或是液体 它都会进行扩散作用 所谓的气体的扩散是比较慢的 但还是会有 因为气体它本身是透过对流比较多 所以有时候你像那个在教室里面 不要说有人放屁啊 有人喷香水 你会发现闻得到 因为它味道会扩散出来 那不然像那个我们刚才举例那个墨水的部分呢 也是滴滴蓝色的墨水 它会只能扩散出去 那都是不需要能量 它自然而然就发生的 那称之为扩散作用 它主要是从浓度高的 往浓度低的方向做移动 一直到整杯整个环境 它的浓度都均匀为止 然后均匀完之后呢 它不是停下来的 它还是维持一个很动态的一种均衡 它还是在动 像我们那墨水也是啊 我再把它上来看 它颜色呢 目前已经比较蓝 对不对 即使呢 它已经都全部都变蓝色的 那里面一些蓝色的一个墨水的分子 它还在里面怎么样 跑来跑去跑来跑去的 一直达成一种动态的一种均衡 这是那个刚刚讲的是扩散作用 好 再来呢 我们要讲的是那个渗透作用 它什么叫渗透作用呢 渗透作用 它主要指的是说 水通过细胞膜的一种扩散作用 所以是水通过细胞膜的扩散作用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渗透 所以渗透作用呢 是针对水 然后通过细胞膜的一种扩散的过程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有几个图 来跟同学介绍一下 这不陌生了 这是什么 方方的 我们讲的是植物的细胞 那有什么差异呢 你会发现 这个泡的是浓石烟水 泡浓石烟水之后呢 整个细胞 细胞壁本身还要维持一个形状在 但是里面这个细胞膜怎么样 它就萎缩下去了 对不对 那这个呢 是说 它外面的水分浓度 跟里面是一样的 看来一个交换的 有没有 代表说 外面的水分可以进来 里面的水分可以出去 它一直维持一种交换的作用在 所以里面的水量是适当的 不会太多 不会太少 那以这个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这蒸馏水 蒸馏水代表说呢 外面的水 水分比较多 所以它会因为扩散的关系 就渗透作用呢 会渗透进来 那通过细胞膜之后呢 就把这个整个都撑 肿胀起来了 你会发现它的细胞壁都变形 以这个正常做比较 有没有注意到 细胞壁可以维持它的形状 但因为里面的水分太多了 所以细胞壁都撑起来 有点圆圆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里面的水分就变多了 它的外面的水会跑进来 因为它泡的是蒸馏水 里面水分浓度比较低 外面的水就会流进来 那这个呢 因为是浓食盐水 代表说 浓食盐水就是说 泡浓食盐水的时候 外面的水分比较少 里面的水分比较多 因为里面的水分多 所以水分怎么样 它就会渗透出来 那渗透出来之后 里面的水就变少 那里面水变少之后呢 细胞壁本身 还是维持一个形状在 但是里面的细胞膜呢 它就脱离那个细胞壁 然后萎缩起来了 这个讲的是植物的细胞 那个水分在做一个渗透的一个情况 好记得哦 水通过细胞膜的扩散作用 我们就称之为渗透作用 所以渗透作用呢 是针对水的一种扩散的作用 水通过细胞膜的一种扩散作用 这个要弄清楚了 那以上这个是以植物的细胞做例子 这边OK吗 好再来下一个 那物质怎么样进出细胞的呢 那这个是我们那个细胞的一个 细胞膜的示意图 你会发现 我们这细胞膜就是这一层 叫细胞膜 那像这个呢 它直接跑进来了 那像这个 这两个 好像有经过一些特殊的通道而跑进来 也没有错 我们的细胞膜都这样子 细胞膜它除了可以区隔细胞内外之外 它这层膜呢 还可以控制物质的进出 所以物质怎么进出细胞的 要通过细胞膜 那它就像一个门神一样 谁能进谁不能进 它会去把关 那一些太大分子不能进来 那太小的分子你就可以自由进出 那有些不大不小的 有些需要通过特殊管道 你才能够进来 所以它是由细胞膜来控制的 来控制这个物质的进出 好那再来呢我们看那个 这个是物质进出细胞的方式的一个动画影片 在这边 你会发现呢 很多一些小分子 它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它是直接进来的 那有些大分子呢 它就不能直接进来 它要经过特殊的通道 那我们分类一下 哪些可以自由进出 哪些要经过特殊通道 像呢像这个呢 我们说那个氧气 二氧化碳水 因为这种气体属于小分子 那我们在我们的细胞里面 它就需要氧气嘛 因为它要行那个呼吸作用 然后立腺体呢 它要把普通胞膜转换成能量 那要行呼吸作用的时候 它就要氧气 那有一些废物啊 二氧化碳要排出来 所以这些小分子的气体 就直接从这个细胞膜本身自由进出 就自由扩散 就用进出 然后就没有什么能量的损耗 这个是气体的分子 那水也属于小分子 它也是可以直接进出 所以你这样记 小分子的像是气体跟水 它可以直接的进出 那如果是比较大分子的话 像葡萄糖氨基酸 矿物质跟水 它就要经过那个特殊的 蛋白质的管道 像这个才能够进出 所以葡萄糖可以进来 氨基酸可以进出 矿物质可以进出 水的话呢 也可以利用特殊的管道 然后做进出 这是直接进出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呢 像这个气体跟水 可以直接进出 那这几个的话呢 它就是经过特殊的 蛋白质的通道 也是可以进出 那有一种呢 它是无法进出的 像这个 淀粉蛋白质跟脂肪 因为它分子太大了 那分子太大的话呢 就不能够进出 就没办法进来 因为太大了嘛 所以你看这个通道 这自由进出都小分子嘛 可以直接进来 那你再看 像这个就是经过特殊通道 进出的一个情况 那你比这个还更大 那就进不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说过 像这个淀粉蛋白质跟脂质 是比较大分子的东西 它就无法直接自由进出 这个是讲那个物质进出 细胞的情况 好那再来我们看那个是那个 讲那个细胞在不同溶液中 一种它的细胞的萎缩 或者是说要脏破的情况 那我们先讲的是那个 以人类为主的 就是像这个是红血球 红血球呢 我们把它分为三种情况 这个泡的是生理食盐水 这个泡的是蒸馏水 这个泡的是浓食盐水 那我简单做一个分析跟比较 因为这很重要 常常这边考很多题目 好这边做个说明好了 好吧 好那这个是那个 生理食盐水 我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是说呢 它在这框里面呢 我们给它泡的是生理食盐水 然后呢这个框里面呢 给它放的是蒸馏水 然后这框里面呢 给它放的是浓食盐水 我们先从左边这边来看 什么叫生理食盐水 它是说 我们的红血球 它细胞里面水分的浓度 跟食盐水浓度是一样的 因为是一样啊 所以很容易的就是说 里面的水分呢 它可以自由进出的扩散出来 如果水太多扩散出来 有些废物扩散出来 水分有些是废物也扩散出来 那它需要的水分呢 也可以从这边进来 叫所谓的自由进出 所以它是有进有出 做一个循环 所以这个细胞本身就维持一样的形状 它也不会改变 这是红血球的细胞 那如果你把那红血球呢 去泡蒸馏水的时候 你会发现 蒸馏水呢 是外面这边 蒸馏水 这直接给它泡水 H2O叫水 那外面的水呢 它浓度会比较高 因为水分比较多嘛 这个时候怎么样 水分就会进来 就会扩散进来 会渗透进来 那渗透进来之后呢 这个细胞怎么样 就会被撑起来 那严重就会撑到爆开 有没有 这是爆开的情况 所以在把那个红血球 泡到蒸馏水的时候 因为里面的水分浓度比较低 外面的水分浓度比较高 所以外面的水分就会进来 那进来之后呢 这个细胞膜本身就会撑到鼓鼓的 那到最后可能会撑破 就是放在蒸馏水的情况 那以这个来看的话呢 它是把这个红血球 就这个红血球 给它放到浓食盐水中 放到浓食盐水的时候呢 这里面 因为外面的水分比较少 外面的水分少 里面的水分多 水分怎么样 就会渗透出来 就扩散出来 渗透出来 那渗透出来之后呢 渗透出来之后 里面就怎么样 就萎缩了 所以变成说 红血就会萎缩 那像早期呢 在那个台湾这地方 有一些不孝的早期 现在没有 它卖猪肉的时候呢 猪肉商卖猪肉 卖肉类的时候 它希望呢 把那个猪肉呢 给它变得更重 就给它灌水 怎么要灌水呢 就把猪肉去泡水 那泡水之后呢 整个猪肉泡水之后怎么样 你看 它的细胞就会去吸收水分 然后变得比较重 所以买回家之后呢 你放着会发现 怎么这个细胞好像脱水一样 那个猪肉脱水一样 它反而变小块了 就所谓的猪肉灌水 那现在没有了 因为现在不会有人这样做 那早期会有一些 那个不孝的伤人 它把猪肉拿去泡水 泡水之后呢 细胞会肿脏 会吸收很多的水分 那就是所谓这个情况 那我们像那个 在家里逢年过节 会吃到所谓的咸猪肉 或腌猪肉 它怎么做的 它就把那个猪肉呢 拿去跟盐做腌制 为什么腌制它 因为早期的社会没有冰箱 你没有冰箱 东西放久就会坏掉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它很聪明 做腌制 把这个猪肉 或什么肉 拿去做 去放盐巴 去腌制它 那用那个 就是用那种 外面的那个水分 很少情况下 让它脱水 因为你在放在那个 很浓度很高的一个 食盐水环境下 或是一个盐分下的时候 这个细胞就会脱水 那经过脱水的方式呢 细菌就不会滋生出来 所以它肉类可以保存的比较久 而且有种特别的风味在 就所谓的像咸猪肉这样子 所以咸猪肉 它会被因为这样脱水之后 变得比较干扁 对不对 那其实动物细胞会这样 植物细胞也会 对不对 这我们刚才以动物细胞做距离 所以细胞呢 如果在生理食盐水下 它就维持一样的形状 如果给它放在蒸馏水下的话呢 外面的水分浓度比较高 它就会进来 然后严重就把这个细胞膜给撑破了 如果是放在浓食盐水的时候呢 是外面的水分比较少 因为外面的水分浓度比较少 里面水分比较多 它就会渗透出来 这时候细胞就会萎缩 我们是以那个红血球做例子 这边的考题相当丰富 所以同学一定要特别注意到 这一段的内容 好不好 这边OK吗 好那我们再看那个下一个 下一个 讲的是植物的部分 我们讲完动物的 血球的一个情况之后呢 细胞的情况 这里要讲动物的部分 好再来下一个呢 我们要讲的是那个 这个是那个植物的细胞 我们刚才已经有做过说明了 不过我再做详细的说明好了 好那像这个的话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 正常的细胞 这是什么 放在蒸馏水情况下的植物细胞 这个呢 是放在浓食盐水下的一个 植物的细胞 你看植物本身 它都所谓的细胞壁 所以外围的这一圈是细胞壁 细胞壁的形状 都基本上维持是固定的 以这个正常的做比较 你看这个 放蒸馏水的 感觉有变胖 它连那个细胞壁 都有点胖胖的感觉 对不对 那放在这个浓食盐水的 它的细胞壁是维持 一样的一种形状 但是有个问题 你会发现细胞膜是萎缩的 那这个是放在正常的 那个水分下 就是说 外面水分浓度 跟里面水分浓度一样多 所以这两个路线图 它这样画的 一方面呢 会有多余的水 它会扩散出来 渗透出来 一方面呢 它也需要水分 那又会怎么样 渗透进来 所以它水分是可以怎么样 做一个交换的 它有进有出 直接做交换 是这一个 对不对 代表说呢 它内外的浓度都相同 所以水分可以自由的进出 那以这个来看的时候呢 它很明显的 它把这个细胞 泡在蒸馏水下 什么情况 我们把它框起来好了 你这样想象一下 我把这边框起来之后呢 框起来的地方呢 都是放蒸馏水 我给它灌蒸馏水 那灌蒸馏水之后呢 这个时候蒸馏水 外面水分浓度很高 它就怎么样 整个就会扩散进来 所以会扩散进来 那扩散进来之后呢 里面的水分就变多 而是因为它是植物细胞 它不像我们刚刚讲红血球 它只有细胞膜 就会撑破 那植物细胞怎么样 它就撑到薄薄的 所以里面的水分呢 本来没有这么多的 现在变得很多 但是呢它的细胞壁只会变形 那细胞膜还是不会破 因为细胞壁还维持在 让它这个不会到撑破的情况 就放蒸馏水 那再来看的话呢 这个是把它放在那个 浓食盐水 我把它框起来 框起来是说 你现在这个细胞呢 它的外围都是浓食盐水 那浓食盐水的时候 什么情况呢 代表说外面的水分浓度很低 里面的水分浓度比较高 所以里面的水就会渗透出来 那渗透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呢 里面的水怎么样 一定就变少了嘛 水分就变少了 像这边水分啊 是不是少掉很多 剩这样子而已 像这个水分最多嘛 这个正常这一个 这个是超级多的 这个就少掉了很多 其实少那么多之后 你会发现呢 它的细胞膜怎么样 细胞膜是一样是萎缩 它就凸离那个细胞壁 变成是这一圈 这是细胞膜的部分 那细胞壁还是维持完好的 那这边很容易烤什么 烤水分的进出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说 在那个正常的浓度的时候 当你内外浓度相同的时候 它的水分就自由的交换跟进出 那如果说放在蒸馏水的时候呢 外面浓度比较高 水分浓度高 它就会渗透进来 放到浓食盐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渗透出去 那以上这边呢 讲的就是那个 我们植物在交换物质的情况 那我是把那个单元的重点做浓缩 所以同学先把这边稍微读收来 应该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接着我们就是要做题目的部分 那题目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安排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再来做解说 好那我们今天上到这里了 拜拜 拜拜